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是Jesse 不要说又是 其实和Jesse做节目很开心 因为很多话题要谈 我们上次刚刚跟大家说了 有关内地的公务员减薪的问题 今天又有其他议题要谈 为什么谈呢? 就是说我们谈谈一些黑色的社会 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看到其实大家都不要觉得 中国已经很平安 就没有黑色的社会人士在这里 其实都是有的 我们之前看到的 其实有关走私、投楼税 还有很多危害社会安宁的人 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的 但是老美更加夸张 今天我们就特意把两件事 放在一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有什么差别 有关这些社会的人 我觉得有个地方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中国的地方 就是台湾省 这个我跟大家说过 是周围都有 而且真的融入社会 不是流落民间 而且主导民间 这个情况究竟在中国是怎样的 中国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计算台湾 但是Jesse比较了解就是内地 那内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让Jesse和大家汇报一下 谈谈一下 好吗?Jesse 你好 我们又谈谈 喂 你好 Derry Sir 你好 一晚和你问候他 一晚和我问候两次 因为我们是两集 不是 打招呼 不是问候 不好意思 好啊 我也问候你 Jesse你怎么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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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 先说明 入正题 刚才Jesse和我说 你起码让我把拜登的 拜登有多少人工才行 不要紧 我们开一集来说 OK 开一集来说 上一集 上一集 上一集说林郑和拜登比起来 具体数字我们下一次再说 下一次再说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 林郑赚钱是多过拜登的 OK 没错 绝对多过的 政务司司长 财政司司长 香港这些都是极高人工的 那我们呢 下一集 再和大家再谈一下 哇 我们有很多集 其实很多集内容 大家慢慢看得到 我们现在呢 在这儿草片 就是这样 OK 好正 大家会经常听到Jesse的声 我真的很想将Jesse的照片 放上来 Jesse给一张漂亮一点 大致一点的照片给我 放那张照片 我先接不去 你就放了 你给我才可以 你那张可以吗 你可以下载下来的 可以 你就放了 OK 那我放了 OK 下一集放了 OK 好来 Jesse 我去讲讲了 这个黑色社会的文化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其实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你看回 无论是香港的电影 还是荷里活的那些片 那些黑色社会的片 大家都很喜欢看的 是 可能你对这种文化 因为他那种文化 是有点神秘的 当然这些都是不法分子 刚刚才 但是他的确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 所以我就跟David Sir说 不如我们讲讲黑色社会 David Sir说 你想讲美国那边 还是讲香港那边 不如都讲讲我们内地的 其实讲讲我们内地的组织 我们叫组织 好吗 黑色社会的字 好像複雜 好 就是内地的那些组织 我一讲出来 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就觉得 不是吧 你们内地都有 我以为我们台湾多了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的 内地虽然是安全 但是你始终那么多人的地方 你担保真的每个人都会奉公守法吗 是吧 是有的 而且在我们内地最多 这种组织的省份 在哪里呢 没错 就是小弟那里 广东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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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广东的非法活动 是非常之多的 虽然当然没有美国那边那么恐怖 嗯 因为你 嗯 因为你 美国这里 你有时候你走街走走走走走 你以为是烧炮掌的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嗯 但是在内地就极少了 你说完全没有呢 那我不敢包 但是真的极少了 嗯 另外呢 那你说那在内地那些组织 他们通常会从事些什么非法的活动啊 这样 最多的现在呢 就是走私 是啊 嗯 就是你说黄岛独呢 肯定都有的 嗯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警队呢 都是非常之劲的 现在 嗯 他们是这几年打黑 打黑除恶的嘛 对不对 是 打黑除恶这几年呢 是做得很劲的 所以他们都要低调很多 就是这些组织都要低调很多 那么近几年他们从事得最多的就是走私和洗合钱 这两样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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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了解回来些什么呢 那首先说一下你那些组织的人 他们其实其中一个最 最 赚钱最多的是 是谁呢 我想香港都差不多 你猜不猜到啊 David Sir 他们赚钱最多的其中一个业务 哦 是那些药物 喜好药物 保护费 喜好药品呢 保护费 控制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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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12年前 12年前 12年前 OK 但是现在最稳钱的就是收费 哦 收费啊 收费啊 收费 OK 就是大二孔 大二孔 OK 内地 内地 就是在广东省 不是在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哦 那就是的 那就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投资啊 买房地产啊 炒了 那你怎么办呢 还有很多借贷的情况 在内地都会有的嘛 你看到很多apps里面呢 其实都有的 还有年轻人现在是流行借费的 是不是 是 所以这方面 不奇怪的 我真的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是继续 因为他 他说 就是我那时候 都会有少少吃惊 我说 看什么收费 你们当时找很多的吗 我说因为 你一般看那些 什么古惑仔的电影 你找得最多 都是一些药品类的嘛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他说 不是的 公安呢 现在是 担着药品类的 是担得很狼死的 他们是 基本上 有很多货是进不来的 嗯 就是你特别 你知道我们云南省 旁边就是 就是接近金三角的嘛 没错 没错 那所以是把关把得很严的 你就算是 你就算是有货 你都运不来我们内地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内地的组织呢 会在那里买货 但是他就不敢拿回来 内地买 他们是 会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去买的 嗯 他们都说的 当时 就是他那个字头 我那个 我认识那个人 他那个字头呢 当时做生意做得最多的一个地区 就是台湾 嗯 嗯 台湾 因为他说 我说 为什么台湾这么容易做呢 他说 没有啊 那里的所谓的执法人员 太容易收买了 我说是这样的 是的 是的 没错 我说 对面倒 我台湾省里面的媒体 常常说 我们这边的警察 就是说我们内地的警察 贪污的嘛 那我说 现在内地的警察是不敢贪啊 也都不会贪啊 现在他说 就是 你不怕死 你就试试去贾路他们咯 是 但是台湾那边很容易化为的 是啊 没错 我说是这样的 我说他们有口还没口说自己的 原来 那这些是我听回来的事 嗯 然后呢 我说回收数先 那我问他 那你收数为什么会这么好找呢 嗯 他说没有他的 因为现在的人呢 贪念太过大 嗯 特别是烂倒那些 嗯 或者投资失败 你刚才说过 投资失败那些 是 那些最容易落手的 就是那些是他们的常客 基本上 是 那我就又问 喂 那你当然会起钉 但是如果他还不到 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没有得还不到的 那我说 那你不会把工具放在家里吧 那你这样会不会太过狼狮 他说都不用了 他说 就是他这么说而已 他说 首先他是走不掉的 他说会扣留起他的passport 他的身份证 那你知道没有了身份证的话 那可能你连高铁 你都买不到 那你没有passport 那你又出不了国 是不是 就是高铁票你都买不到 就是国内和国内的那种traveling 你都做不到 嗯 那你走得去哪呢 嗯 那你就走 我就知道你的地址 那我就常常去烦你 我知道你上班的地点 我天天找人去烦你 嗯 那我看看你老闆是否炒你 肯定炒你的 嗯 那到时看谁死快点 嗯 就是这样 他们 哇 都挺绝的 但是这个合法嘛 不合法的 是吧 哇 当然是不合法的 大哥 你放大衣箱怎么会合法 放大衣箱也不合法 我所知道的 我拿出去的身份证也不合法的 是吧 拿着你的passport更加不合法 是 他们就是说是你情我缘的 他说没有他给我的保管不行的 就是他们谈好了的 你想我借钱给你就可以了 你给你的身份证和你的护照过来 嗯 嗯 嗯 那你成我缘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拿着一支木仓 那样堆着你叫你拿的 是你自己给我的嘛 哇 行啊 那他不合法的地方 就是他在金融上高 他给他所收取的利息太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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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根据回 因为你不是银行嘛 你没有办法去放款借钱给人的 是吧 你私底下借呢 譬如我现在私底下借给你 我都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有人不认数 因为那些文字上有出入 所以不认数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有发生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就是这些 就是黑色的组织 那会这样做 是 其实呢 他们放款的那个 息率有多高呢 可能是借一万 他举个例子 你借一万呢 你要还一万八 哇 而且是一个月之内还 一个月之内还 万八 是啊 一万 是啊 哇 整个80% 哇 哇 好夸张啊 好夸张 是啊 是啊 那真的是 哇 这样拉他的话 譬如如果拉到的话 要坐几年先 那如果你再用非法的手段去恐吓 去来索还这个叫做金钱的话呢 你至少五到十年走不掉了吧 你在国内 就是不理你的金額是多大 总之你就有这样做 我莫说你放大一孔先 就是我莫说你以超高利息去收取这个债务先 是 你就是恐吓这条罪呢 你已经可以坐到三年以上了 哦 哦 所以在 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说呢 在国内你有时候的言行啊 就是不是说你不说得 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 你如果是怎样怎样呢 我就会对你或者你家人做什么事 那不要随便说这些 我想在香港都不行了 但是也有恐吓罪的嘛 是啊 没错 在美国都不行的 是 在美国都不行的 是 所以就 所以大家有时候 可能会emotional些 就是可能你 就是捞着一口气 有时候你想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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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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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都很明白的 但是这个资料来源 大家可以放心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因为是业内人士提供的这些资讯 我知道 我知道 非常精彩 立刻整个人聪明 他们说每一个字头 每一间公司 都会有他们的人员 在里面 还有他们收集 情报的能力 就是那个职业的水准 是真的受过 军训式的训练 不是 简简单单的那种 教你设置一个偷听器 或者去用 什么针孔摄录器 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很多东西 他们的训练都是接受过的 详细我又不能说 因为始终是YouTube里面 都是 大家可以想象的 他们真的经历了很多 你甚至可以用 很严厉的训练 这样说 你终出来 你就可以去 进行这个任务 那现在很多人 就是很多这些业内人士 都滲透了进去那些字头 所以呢 近几年来 就是2019年 一年而已 2019年 广东已经有190个大大小小的字头 被瓦解了 哇 一年而已 好厉害啊 已经查190个字头 哇 真的啊 你看戏都没那么夸张 我跟你说 是啊 真的没那么夸张啊 一百九十几个字头 喂 广东省这么多的吗 一百九十几啊 一百九十几啊 是啊 一百九十几啊 超接近二百的了 哇 这么厉害啊 我现在好奇的是 广东这么多吗 那么多非法组织吗 哇 你广东呢 广东的人口 是全国最多的一个省份 是 就是你可能有些人 我听说东北人最多的 东北三省加起来都有成 是 东北三省加起来都有成一几人 是 但是你是三个省 是 东北是三个省 吉林 辽宁 黑龙江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们广东一个省呢 就是如果你以独立省来计算 嗯 我们是最多人口的一个地方 嗯 没错 也是最繁华的一个省 是 就是现在不是比城市 比城市 是比城市 是比城市 那当然北京和上海啊 都是非常之劲 但是如果你只说省的话 广东省绝对是最繁华的 嗯 就是他们就会做金融上面 或者商业的罪案 就做得比较多 嗯 嗯 嗯 那广州都是啦 但是你说 那你如果说粗魯一点那些 就是野蛮一点的那些犯罪呢 那可能是在潮汕一带的 潮汕啊 惠州啊 这些地方呢 首先他们是比较文风标悍一点 嗯 嗯 嗯 那大家香港人都知道 七十年代的时候 你什么 就是当时收片啊 那些警察 跟他们谈得最对的 就是那帮潮州佬的嘛 嗯 戚载风云一时的那个碧雄 都是潮州人 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 所以其实潮州人呢 他们 你无论他是平民百姓也好 他是自投成员也好 嗯 他都是很团结的 嗯 所以他们就会非常之容易拉党结派 那就是 所以他们呢 就 如果是做正行的 也都是很容易成功 那如果他们是做这些东西的 就是组织的这些东西 组织的这些东西 组织的 组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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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去過 當時姓賴那位先生 叫阿昇那位先生也很厲害 還有很多是從台灣走過去的 逃走 可能被通緝 不過現在不怕 有民進黨在 我們開屏也是一個猛人 是 誰不可以開名 司徒美堂先生 開名 因為他已經不在 OK 好 原來如此 但是司徒美堂先生 當時那個字頭不是為了撈偏 因為他當時是在美國這邊開的 當時的華人是被打壓得非常之嚴重 他為了團結起來抵抗本地美國人 他就搞了一個紅門 在這邊 其實就是叫做華人總商會這樣的東西 當時他沒有打算撈偏 他的意見呢 他願意是想著團結當地的華人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那大家如果是聽過 司徒美堂先生的事跡 你都知道他當年是為辛亥革命 都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是出錢出力的 他甚至跟孫中山先生都有很深厚的交情 那這些是提外話 不過說回你說掃黑除惡這件事 那你其實現在在我們內地 你基本上都會聽到一些人跟你說的 你千萬不要出來走股 不要去入什麼字頭 因為你是沒有運行的 你可能你頭一兩年 你可能真的會通過lowpin 會穿金帶銀 但是你是富貴不過三年 你想一下那些多麼厲害的那些大佬 就是那些大佬輩 你之前又有個洗米華 洗米華夠厲害了吧 嗯 沒錯 你照樣被人拉進去 你再說遠一點的 你曾經在東北一帶那裡 真是可以說叫做山寨王的 一個叫做喬老四 照樣拍了你 他是被執行死刑的 喬老四 當時是土皇帝來的嘛 在東北 大家可以找找資料 喬 我就給大家看一看 司徒美堂先生的樣子 我找到他的照片 那位是一位謙謙老姐 我看到 那大家可以 是沒有帥仔 老姐來的 已經有所有表演了 老姐也可以帥仔的 OK 你這樣說就沒有話要說的 帥仔帥仔 是啊 其實我想說 我們開平的人都很帥仔的 那看司徒已經知道了 這件事不用說的 我知道 你不用曲線讚自己 我都很清楚 其實我覺得 有人說廣東佬 廣東佬 但是我覺得 廣東人是很幽默的 很開心的 我給大家看了 大家看到 我現在隔壁的照片 就是司徒美堂先生 那時候為了 保護華人 所以有鴻門 和孫中山先生 在一起 這個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 認識一下 有機會的時候 也請 看看Jesse會不會做一下功課 說一下中國黑幫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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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你一定很有興趣 我知道 那最後呢 最後就說 美國那邊的黑幫又怎樣 好嗎 好啊 老美那邊怎樣 不是黑幫 是黑色組織 黑色組織 美國的字頭 沒錯 一個字頭的誕生 OK 好繼續 哈哈哈哈 美國這邊的字頭 首先它是分顏色的 是嗎 即是你 是的 即是哪間公司 我講公司 大家明白吧 明白 即是你哪間公司的成員 你哪間公司的成員 你要穿哪種顏色的衣服 那是由上到下都是這種顏色的 那 有些呢 就會 即是可能 就不會由上到下這樣穿 但是它戴那個棒球 還有它圍的那個頸巾呢 都會是那種顏色 哦 那 我在這裡不開名 那 那 在加州呢 令人聞風喪膽的 其中一個字頭呢 就是 B字 B字頭的一個英文單字 是的 那 我就真的不想開名 因為可能會有麻煩的 是 可能你這條片都會被人黃標 那我就說B字黨 好不可以先 是 B字黨 沒有問題 那這個B字黨呢 他們的象徵性顏色呢 就是紅色 嗯 還有他們的大部分會員的種族呢 是非裔 是非裔美國人 是的 嗯 嗯 他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們除了做藥物上的業務之外呢 有一件事是非常令人得人驚的 就是綁架 嘩 就是綁了人勒索奧 OK 是 勒索 是 還有他們的撕票率是非常之高的 我想起菲律賓 甚至乎 我想起菲律賓 是 繼續 是 甚至乎 他們收到负金之後都會撕票的 嗯 這個真的很恐怖 嗯 因為對於他們的人來說 我曾經在YouTube那裡看過一條片的 那就是 就是 有一位退役的成員 那他就說回以前那種情況 他說他們那幫人呢 基本上 每一天 都會去做相關的事情 他說有一天 那 有哪一天 他是沒有開過他那支木倉的呢 他都覺得周身不罪彩的 他都會覺得那天是不正常的 嗯 你可以想像一下 嗯 嗯 但是警方不會有行動嗎 他都提過警方 因為 其實美國的警察呢 是很怕死的 很多都是 嗯 還有你這幫 事頭成員呢 他是不介意跟你那幫警隊在那裡搏火的 就是說 你說木倉 你巡邏的那些呢 你大部分 就是加州那裡 加州那裡 你巡邏的 你的裝備就是 正常的手木倉 大家知道 就是短的那種 嗯 然後就是 那個Stun Gun 就是電木倉 電木倉 是殺不死人的 嗯 另外呢 你可能在 車後面呢 就有個散彈木倉 那大家也明白 明白 但是散彈木倉 他沒有辦法連發的 剛剛才 就是他的威力是大的 但是你只能夠這樣 近距離 就是射一下 中距離 就是射一下 射一下 射一下 但是我們自投這邊的裝備 很厲害 他很多 本自動也有 全自動也有 菠蘿也有 我們 吃得一隻 你的武力是不對等的 那你除非是找SWAT Team出來的 嗯 就是SWAT Team 就是類似香港飛虎隊那種 是 那你除非叫那班出來的 但是你 你不會有SWAT Team巡邏 嗯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有兩 就是有兩班人在這裏 就是兩個字頭在這裏 那樣 全部用了半自動的 那你如果你是警察的 你路過見到 你找回應 那你怎樣 走 第一件事 先走了 是 不是找微博 真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美國這裏 你木艙泛濫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嗯 你除了有那班 就是心智不正常的 就是為了報復社會的 要出來射 之外呢 那這班字頭人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你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解決這兩件事呢 有些人就很傻的 經常跟我講 哎 那些壞人 什麼時候都可以拿到木艙的 所以我們這些好人 才更加需要木艙去保護自己 但是你這樣想 如果你整個社會都 拿不到木艙 那就好 嗯 那就沒有這件事 沒錯 是吧 那 那就是 這邊的情況 就是這邊的字頭情況 是更加混亂的 我想跟大家這樣說 就是 內地都有 內地都有字頭 但是他們呢 現在是被打壓得很厲害 嗯 所以如果你有 某一天通關之後 大家想去我們內地旅遊呢 都不需要太過害怕 我不害怕 我覺得很安全 整體上 很高 哈哈 我去內地生活這段時間 真的很安全 老實說 真的 反而呢 Jesse呢 就擔驚受怕 是吧 就是上次見到有人躺下了 就是我沒有問你結果怎樣 就是那位人士怎樣 有沒有有關新聞報道 可能沒有了 就是希望他平安 我找不到 我覺得應該沒事的 因為 你如果真的有人被人躺下了的話 他第二天的新聞會報的 嗯 所以我覺得上次我發現到的那個人 應該要是喝醉了 要是可能 就是 不知道他是否跌倒的頭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是希望他沒事 就不只能夠這樣說 是啊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 在美國的治安 就很嚴重了 但是呢 相對來說 我們在內地的治安 我們是覺得是很安全的 因為的時候 就是很感謝警方 是一直 就是 內地的公安 或者武警 其實真的協助到 就是很多市民 去解決他們安全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感恩的 還有的時候 整體來說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 就是無論哪裡有罪案發生 你在內地呢 我想都是 在全世界 數一數二 最安全的地方 已經是 是不是這樣 怎麼說呢 就是 如果你問過 David Sir 嗯 就是很簡單的一種情況 我可以讓大家對比一下 你莫說的字頭 你現在美國這裡 你寧願扣的警察都忙不過來 就是 對著寧願扣那幫人 嗯 他們都已經顧不了 或者他們都不想理 更何況那些 更加暴力的字頭行為 對不對 沒錯 你在中國 你嘗試撒東西給我看 我跟你說 一定抓到你 不會不理的 我跟你說 嗯 不用想 不會不理的 嗯 所以 你就算當 你就算現場 沒有目擊證人 但是有人報案的話 不用怕 每條街都有天眼 嗯 他一定會追捕 他一定可以跟蹤到你 你最終去到哪裡下腳的 嗯 就是一定找到你的 那所以 你不要再跟我說 什麼侵犯自由 不要再跟我說 天眼侵犯自由 嗯 這個是對我們人民的一個 安全的保障 是的 絕對同意 百分之百 那 很快 時間又半個小時了 你說時間過得幾快 是不是 意猶未盡 剛剛好 我們下一次 再跟大家 再詳細談一談 Jesse還有很多話題 要跟大家講的 因為我都不斷在搜集話題 跟大家去 談一下 去想一下 究竟呢 有什麼值得跟大家 去談一談 好嗎 我給了可樂的發發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回頭先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 好 拜拜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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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Jesse 拜拜 好了 拜拜 我們要開始做其他事情了 就這樣 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